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今天应该这样子 对对对 哇 真的是好久没有来长岛了 我们知道疫情期间 你肯定是忙坏了 这个郊外的房产在这段时间应该是真的是很火爆吧 哦 倒是真的 这个虽然就是说lock down了 但是我们没有一天休息的 非常的忙 因为大家都从公寓嘛 马哈顿的公寓 新水公寓搬到长岛的这个别墅嘛 所以我们今年的队伍要对网人要要忙 对对对对 是 我们知道现实是有这样一个倾向 就是很多人愿意到郊外来 所以郊外的这种好处在现在来说的话 就体现得更加的明显了 对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现在work from home 孩子又在家上网课 那就就是这个住家的这个功能 就变得不仅仅是住家了 对对对这个space的要求 要在家里办公 孩子在家学习 对 那包括健身 对 所以对 需要更多的一些工具 需要就是大的地 大的房子 对 所以现在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叫城中湖 对对 这个社区本身这个名字听起来就非常吉利啊 对很想亮 很想很有气势 因为那个Lexus S呢 它它其实是非常有历史有文化的地方 我们很多中国的名人呢 也住在这边演艺圈的财机媒体 像你们的厅堂我们都有认识的 那名字我就不说了 那以前呢 50年代联合湖的总部 临时就在我们城宫湖的这个汉上面 对 那城宫湖是唯一 它自己有自己的这个高尔夫俱乐部 有那个我们村有自己的警察局 所以这个地方呢 离交通又非常方便 离我们中国人最喜欢去的弗拉省 开车就十来分钟 去曼哈顿也就三十来分钟 还有一个就是说除了环境这么优美 交通这么便利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因素是 孩子的学校非常好 对小学是十分的南带小学 然后这边的Granic South 初中高中 每年爬腾率也很高 孩子们的学术水平很高 对 所以大家愿意往这边搬 那当然来说的话 除了环境优美 你刚才讲到了 一个是交通也非常的便利 对 它去大都市又很近 但是回家以后 又是一个像这么好的一个居住环境 对对对对 对对对 你刚才有提到这个教育的水平 是 这都是说华人的买家 最看重的几个要素 这边都有了 对对对 对因为交通方便 你看又乡下的这种环境 对 你又可以enjoy喜欢打高尔夫的 就是很难得这边有一个 自己的高尔夫的会所 对 你该提到一点 就是说这边有他自己的警察局 刚才我们拍摄之前 真的吓了一跳 哦 是 因为我们正在拍的时候 就是成功湖的警察局 一辆警车开过来 说有邻居说 这边有人在拍摄 想问问在干什么 是是是我们真的就被警察局问了 是是马上就来 因为警察他可能几乎每一家他都认识 你如果去去保险 警察会天天来你家 对 你看这个安全性 大家就非常 你一尻他马上就来 是 对 所以今天你要带我们参观的 这个第一个房子 他有什么特点 哦 这个房子我觉得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他里面非常的舒适 非常适合居家 哦 还有一个呢 他有室内有用 室内有用 对对 因为这个室内 自己的房子里面居然有一个室内有用 是是 所以我们进去看看 好不好 好 来 陈东 嗯 来 哇哦 这一进来我就被 是 吊灯所吸引了 好高的天花板啊 是是 你看那个玄关哈 嗯 大爆心理 你看 那陈东你到这边来看啊 你看那个 哦 上面还看上去 窗口 你看像一幅画一样 好美 嗯 现在是秋天 枯叶 蓝天 也这么漂亮 一年四季景色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 你看他刚好他们开一个窗 然后光线又引进来 然后真的就像挂了一幅画在上面 是 然后他这个楼梯也很漂亮 但是正好能够符合我们的风水 就是在边上呢 楼梯的大理石的那边 对对对 是 铁的 对 而且他刚好是没有正对的为你们 对不对 从风水上面来不错 对对对 一进来 非常舒服 对对 外面看着好像不怎么样 但是这家的主人 我想他很知道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 怎么享受 对 所以我们先从这边走 你看这边是厨房 对这边厨房 你看这一个小小小的一个就餐区 一般都是早餐呀 家里人这样 非常舒服 全是四周是玻璃的 大玻璃窗 对 view很好 然后那个厨房 厨房的电器呢都是名牌 你看sub zero最顶级的 而且冰箱也非常大 对对 然后旁边呢就是车库直接进来 所以这个房子设计非常合理 对 厨房又有又有这个天窗 所以光线都很高 都很高 所以这边走进来 是一个客厅 对 这个客厅也非常大 对也高 high ceiling 这个大理石的这个壁炉 这个壁炉 简洁 但是很有品质 这个呢是 是正式的餐厅 美国的房子一般有两个厅 早餐厅 正式客人来用的餐厅 这是正式的餐厅 对 所以如果一家人有 对 你看外面的风景 潘灵介绍说 这是大静成功湖社区 一栋牧场式别墅 共有4间卧室 4.5间浴室 在一楼不仅有开放式厨房 饭厅 客厅外 还有家庭娱乐室 同时 每个卧室都有自己的卫浴间 客厅正对着后院 落地窗间阳光和庭院的风景 引进室内 给人温暖舒适的感觉 而对于室内温水泳池 我非常好奇 货不及待 想一趟究竟 所以你该讲的一个室内游泳池 就在这个地方 对对对 你看看这个室内游泳池 这个室内游泳池到夏天 你看它四桌的这些 全部都可以打开的 夏天就全部打开了 到天冷了就把 合上了 在长岛 有室内温水泳池的房子 还是相当的小建 它不仅104G都能使用 同时在夏季 还可以完全地打开 连通到庭院 泳池的上方还有天窗 同时配备了暖气和音响设备 在泳池的旁边 还有水流按摩浴池 以及桑拿室 潘因告诉我 现在房子的主人 就是靠着坚持不懈地 游泳锻炼 减肥成功 走进庭院看到的是一个 绿植环绕的护网花园 这个别墅的占地达到了0.42亿年 有非常好的私密性 因为它地很宽很大 所以它基本上来说的话 这边就显得自己拥有 这么大的一个庭院 然后平时有朋友来 做一个派对真的是非常好 到达里非常私密 周围全部这个绿色的树 全部都给对包围起来了 所以这个冬天呢 真的是冬天也不心魔 就是绿色的 买这个房子的人呢 一般是最好 就是说有孩子要来读这边的小学 这个小学可以走路去的 是十分的南带小学 或总统讲的南带小学 初中高中就是关那个South OK 就是南校 南校 对 大京的南校 所以我是觉得 今天看的第一个种房子 首先来讲几个特点 一个它的地点非常好 你刚才说在成功湖 对啊 我也说了 它是买这个区嘛 是 这个区 而且我们自己亲身感受了一下 说被警察去询问了一下 安全性 对 然后你特别提到说 它的小学又非常近 走路就去 因为这个是家长最关心的 如果孩子可以走路去 你看多方便 参观完第一个房子 给我的印象 这是一个典型的长档功能性房产 为于优质社区 交通便利 学区优良 室内泳池和合理的房屋布局 让这套房产成为难得一见的 珍藏起别墅 所以潘林今天我们在大镜 刚才看了一个成功湖 可能大家还比较熟悉 现在你又带我来到这么一个社区的一个环境 这又是大镜的什么地方 这个叫马鞍石 这个区的特点呢 就是离海近 哇 真的是海风真正 你看这个是 这个是他们这个社区的这个游体码头 Marina 然后呢 它自己的社区呢 有tenants 有森林库 有网球场 篮球场都有 然后警车呢 你看啊 什么时候你过来 这个村里很多田园亮景 所以这个就是长导居住的特色 它本身自己区域里面就有很多 也不是 也不是 只有这个区域 这是富裕的区域 因为这个萨特洛克小学也是 跟刚才的那个六小学一样 也是十分的难带小学 对 这个区的人普遍来说 比较富 收入的比较高 高 Sand Rock 是长导大建一片经过精心规划的住宅区 它距离北岸高速公路仅数分钟的路程 而此处的私人住宅最初建于1950年代 有别于传统式的设计 我参观的第二套房子 则是一栋充满现代感的智能型豪宅 你今天要给我介绍的这一栋 哇 完全和周围的房子不一样 可能外表有类似的 但是实际是周围市场上没有那种房子 它是完全是智能化的一座别墅 因为一般都是我们City的高级公寓 才会有的 才会有智能化 但是Long Island的别墅智能化的很少 这是我们这么多年代理的第一个 这么多有智能化功能的 而且这个房子我看非常新 对不对 对就是今年刚建好的 2020年刚刚建好的房子 对对 这个owner呢 他是以色列人 他就是建给自己住 建给自己住的 但是现在又想卖了 太太想回以色列去 所以他们就 他觉得他的business也可以 在以色列来控制 OK明白 是属于现在比较经典的流行色 黑白灰发现了没 对对对对 是真的是经典流行色 对对 经典流行色 我们现在可别进去看一下 好好好 我们进去看看 走进这栋充满设计感的豪宅 第一感觉便是宽敞明亮 紧接大气 它拥有七个卧室 6.5个卫宇 坐本朝南 光屋里的面积 就有8000平方英尺 布鲁大门 映入眼帘的 就是深浅色搭配的门厅设计 和闪到镀幕的新轨造型吊灯 通往二楼的楼梯 采用了深浅颜色相间的设计 扶手 由透明玻璃护持 既保障了安全性 又显得大方通透 充满现代感 左边直通带有壁炉的超大客厅 右边则是采光好 通透明亮的餐厅 穿过客厅 顺时针往右走 便是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乳白色的橱柜 结合现代风的大理石台面 与背景完美的融合 全套厨具 采用意大利顶级品牌MILLEN 三个手槽 八个炉头 和商用型的油烟机 让主人可以尽情地发挥主意 招待四方宾客 所以它因为这个门打开以后 是通去车库的 电梯 是电梯 是 是 这个豪宅里面自己有装电梯 对 它那个电梯从一楼二楼地下室 都有 所以电梯一般是 一个是班货 一个是家里 如果有老人的话 腿脚不方便的 是 它就不用上下楼梯 所以这个就很方便 因为这个确实来说 在一个豪宅里面装电梯 真正的豪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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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 约翰先生说 豪宅内安装了16个监控屏 和12个警铃系统 全部可以通过手机控制 同时室内温度 照明系统 环绕音响 以及壁炉 电视 全部由家庭智能系统控制 全屋还配有地暖 就连私家车道也配有地热系统 雪天迅速地溶雪 免去了产雪的麻烦与辛苦 而这一切都可以通过智能家居来实现 这个占地15398平方英尺的豪宅 有着超强的功能性和实用性 在地下两层还开遍了一个室内篮球场 后院的露台区域设有户外厨房 可以举办容纳几十人的烧卡聚餐 或者户外排队 你看这个房子它的地势就比较高 对 它看到邻居的你看都比它低 是 然后后院方方正正 是吧 那边一整排的竹子正好就挡住了 我是最喜欢竹子的 然后它这儿呢 是可以建一个游泳池 因为现在你知道 因为这次疫情很多人 很多人都希望自己家里有一个游泳池 这样楼梯走下去 对 隔壁的游泳池也是今年夏天才建的 就花个七八万 建一个规模标准size的游泳池 对 而且刚才听了这个主人的介绍 我觉得这个房子真的是亮点好多 这个房子真的是我是觉得 又拥有郊外的生活方式 但是里面又享受的非常现代化的一种家居的 智能化的生活 对 对 因为这种房子在市场上 几乎找不到第二件 对 可以说是稀缺型的房产 是 它可能适合年纪稍微轻一点 或者心态很年轻 追求这个high tech的这种 你看它现在的外面的装修 里面的布置都是 都是比较比较潮的 对 是这样的 但它虽然潮呢 它材料非常好 方方正正的 它用的都是非常高品的一些材料 对 我们看厨房的设施就看得出来 全部都是名牌的这种家电 对不对 Millet 对 光光水潮就有三个 对 而且最主要的住这个区 你除了享受这个房子本身 Library 图书馆这么近 图书馆四周有池塘 小孩子可以玩可以读书 然后呢这个Marina 对 游艇码头 你自己喜欢玩船的 对 你可以买船 对 然后喜欢运动的社区里面 有那么多网球场篮球场 对 它自己家basement就有篮球场 就有篮球场 就室内篮球场 你要是想 有的人说 那我不要篮球场 改成个室内游泳池也可以 室外游泳池就不用这样了 对 所以这样的一个房产的话 我是觉得应该是在500万以上 这个售价要不要 没有 真的 对 我们才开400多万 其实400多万是他们的成本价 这个价钱是非常好的一个价钱 对于买家来说 OK 所以这个机会真的还是挺难得的 对 因为它是建给自己住的 所以你知道建给自己住的吗 对 一般来讲都是不吸工本 对 都会放最好的料 对 这也是为自己的家庭 孩子 那个 太太设计的这么一个房子 那现在只是因为 他们要回自己的家 所以就 亏本家 的确 居住在长岛 有着不同于城市的生活方式和居住享受 据最新的长岛房产报告 今年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 因疫情原因 长岛的房产交易量 已去年同期上涨了156% 如果想了解各类长岛房产的具体信息 可以联系本期的节目嘉宾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将带您去长岛另一个优质社区 CO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